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星星要给大家带来一部画风清奇的科幻动画 《原始星球》 在一片诡异的树林中,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孩子仓皇逃命 但是很快她就被一只巨大的手指拦住去路 最后还被这只巨手拎到空中摔死 这些蓝色巨人是这颗星球的主宰 星球上还生活着另一种人 那就是被蓝色巨人视作玩物的小人 主人公泰尔的母亲被蓝色巨人杀死 但是她却幸运地被蓝色巨人提瓦收去当了宠物 提瓦给泰尔戴上了项圈 这样她就可以通过手上的遥控指挥泰尔 让泰尔无法乱跑 很快泰尔就成了提瓦最好的玩伴 提瓦的学习方式很奇怪 她只需要戴上耳机 知识就会自动进入到她的脑海中 在提瓦学习的同时 泰尔也跟着学到了很多蓝色巨人的知识 蓝色巨人的生活中有一项最重要的活动 那就是冥想 他们的意识会化作冥想球 飞到另一颗原始星球上 由于种族差异 巨人的一天便相当于小人的一年 很快泰尔就长成了一个少年 而提瓦也到了开始冥想的年龄 渐渐没有时间去搭理泰尔 于是泰尔便决定逃走 她戴着提瓦的耳机逃离了巨人国 提瓦打算用遥控器将泰尔抓回来 但是路上遇到了另一个小人小美 小美帮泰尔割断项圈 泰尔终于获得了自由 泰尔和小美一起来到族人部落 但是这些野人却看不起提瓦的宠物身份 纷纷嘲笑她 直到泰尔指出巨人们的陷阱 部落野人才开始接纳泰尔 泰尔开始教这些族人一起学习知识 部落巫师却站出了横插一脚 说巨人们的知识都是邪恶的 还要求和泰尔决斗 按照部落规矩 泰尔必须迎战 就这样两人带着各自的战斗怪兽开始决斗 最后泰尔打败巫师 成了女孩们心中的英雄 野人部落经常会遭受巨鸟的袭击 以前他们只能沦为巨鸟的食物 但是泰尔教会野人们制作捕猎工具 这下巨鸟反而成了小人们的猎物 不过小人们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蓝色巨人 由于小人们的繁殖速度非常快 巨人们定期便会对小人展开清理 这一天 小人们发现巨人又准备开始新一波的清理行动 泰尔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部落的小人 但是这个部落的小人却认为泰尔是想骗他们离开家园 没有人采取行动 还把泰尔给关了起来 第二天 小人们还在睡觉 但是蓝色巨人的武器却已经杀到 这些弹珠一样的武器发射出大片大片的毒物 无数小人被毒死 泰尔回到自己的部落 这时两个巨人也赶了过来 他们随便抖两脚便杀死了大片的小人 但是这一次 小人们没有再四散逃命 在部落首领的组织下 他们用手上的捕猎工具成功放到了一个巨人 另外一个巨人也被小人们吓跑 遗憾的是部落首领在这次战斗中不行牺牲 蓝色巨人牺牲后 他们的议会对如何处理小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激进的大臣主张将小人们赶尽杀绝 而温和派则主张仍然将小人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 由于时间尺度差异 巨人争论的这段时间 在小人那边相当于过去了十多年 他们的科技水平飞速发展 很快他们就照着巨人们的样子发展出自己的火箭 在巨人们展开彻底的清理行动之前 小人们总算发射了自己的火箭 最后飞到了原始星球上 在原始星球上小人们发现了一个秘密 原来巨人们的冥想球飞到原始星球之后 就会和星球上的身体结合 然后进行某种奇怪的婚礼仪式 巨人们就是通过这种仪式来获取能量 以及生存繁衍 小人们无意中发现这些仪式中的身体脆弱不堪 于是他们粉碎了这些身体 这样巨人们的生存也受到了威胁 最后巨人和小人之间达成了和解 巨人给小人们提供知识和技术 而小人们则给巨人提供动力和活力 双方一起帮助星球走向了更好的未来 这部1973年的动画短片 在当年入围了嘎那电影节金棕旅奖的提名 影片暗示了人类感性和理性如何发生冲突 并最终达成和解的过程 亲戚的画风更是想象力爆棚 感兴趣小伙伴可以自己找来看看哦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要是喜欢星星的解说 别忘了给星星点赞关注评论哦